今天這個影片沒有 Intro 因為我想要打開天窗 說兩話 直接切入主題 為什麼呢 來 各位我們現在看下時間 今天呢是8月19號 然後我預計是25號要回台灣 所以現在應該是D幾倍啊 D- 我也不會算 總之我大概還有一二三四五 五天我就要回台灣了 所以是一件非常值得興奮的事情 說真的心情有點小小的複雜 因為已經大概一年半沒有回家了吧 其實我不是那種特別會想家的人 可是你知道古時候不是有一句話叫做靜香情缺嗎 我好像有點能夠理解那個感覺了 我現在行李也還沒收 文件也還沒整理 然後只有留了時間是下個禮拜我要去做那個核酸檢測 還有抗體檢測 對啦 氣泡水 但是呢 我在回台灣之前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清冰箱 大家都知道我一個人住 然後也會在家裡煮東西吃嘛 所以其實我平常冰箱裡面就有一些常備的食材 但是因為我要回去了 可是又不想要浪費冰箱裡面的食物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有點像是 What I eat in a week 然後是清冰箱特輯這樣 好啦 就是一個Vlog 前幾天我已經有稍微清算過 然後列了幾個菜色是可以把它消滅掉的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去超市 把一些需要買的食材補漆 反正我要帶一個很可愛的購物袋 環保 我現在人已經在超市裡面了 我真的很久沒有在外面拍片了 我有點害羞 因為我平常一個人吃飯 所以其實我不太能夠買那種很大量的食物 或者是某種食材 它可能只能做單一用途的 所以我很喜歡買這種像是洋蔥啊 你看它可以炒又可以煮又可以提味 所以我就很喜歡買這種東西 另外我也很愛吃這個三色膠 因為我很喜歡把它做成stir fry 或是做成pasta 都很好吃 而且它就是色彩繽紛嘛 因為我媽從小跟我們說 我們吃東西呢 就是要吃彩虹色的 就是什麼顏色的食物都要吃 所以 像這個可以單純拿一個的 我就只拿一個 因為不然再多 我可能一次也吃不完 所以 我平常就是有點喜歡買這個豬肉的 但是我這次一定會吃不完 所以先放回去 這兩個禮拜呢 完全沒有辦法找到明智的牛奶 它今天終於出現了 它現在是兩件52塊 我覺得我應該喝不完 先拿一罐就好 先拿一罐就好 然後呢 買了就是雞翅 這個應該可以吃兩餐 然後我最愛的三色膠跟蔥啊 還有花椰菜 大概就這樣子了 首先我這個人是一個非常挑食的人 就我有很多東西不吃 或是我喜歡的東西非常的單一 但其實每一種食材 它能夠變化出來的東西還是很多 所以我通常都會有一個固定的shopping list 牛奶 雞蛋 洋蔥 然後豬五花 或是一些絞肉 或是還有一些可以放比較久的 就是鮪魚罐頭或是午餐肉 雖然有時候沒有拍到vlog裡面給大家看 但是我是很喜歡一個人在廚房裡面 就這邊加一點那邊加一點 當然有的時候也是很難吃 對 另外第二個呢 我很喜歡做一些比較那種一鍋煮的 像是咖哩啊 或是義大利肉醬這些 因為有時候可能煮一鍋 你就可以分裝成可能兩到三袋 你就冰在冷凍庫裡面 它可以放大概幾個月都沒有問題 然後你想要吃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拿出來解凍 就很方便 第三個是我會把食材做一些不同的分裝 你們懂嗎 像是這一些 因為我白飯通常都習慣煮兩杯米 所以我煮完之後就會放到像這樣子的保鮮盒裡面 或是像藍莓這種很需要趁心先吃 我覺得在它壞掉之前先洗乾淨 然後冷凍起來 這樣之後可能要打成果汁或smoothie的時候就會很方便 然後大家也有看過很多次的 我會把培根每一片用烘焙紙這樣子隔起來 然後裝進冷凍庫 這樣它可以保存的比較久 比較衛生 而且又很方便 剛不小心講得太開心了 我現在肚子很餓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會不習近說的 我會不習近一張詳細的時間 我先用湯湯匙和牛奶 我會不習近的話 我會把水分裂不成功 我會用去整理打鍋子 每個人都可以吃到 我會不習近的 我會不習近 我會不會太多 我會不習近 有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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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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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去堆烤 都要熟了 我之前坐下 i know they all seem without you so kiss me once, then kiss me twice then kiss me once agai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I like it osc seafood equal 니 galaxy pot tea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菜喪惡 菜喪惡 這是韓式涼拌豆腐花椰菜 泡菜炒豆腐啤酒雞翅 今天是回家的倒数第4天 我整理了一下我要带回家的东西 然后我只能说真的是很多 这两天我觉得有这种不祥的预感 大家知道我在想什么了吗 啊哼 最近要回台灣一陣子嘛 所以很努力的跟所有的朋友 catch up 然後這是今天的 OOTD 今天天氣熟透 好 欸 想吃 蛤 沒有啊 為什麼我現在想吃這個 對啊 完食 Ya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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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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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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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我现在吃完饭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盘子都已经清空了 除了我的鸡翅跟一些甜椒 我打算留着明天最后一天吃之外 其他冰箱里的食材 新鲜的我已经差不多都清完了 那今天的影片呢 其实很开心可以跟DBS合作 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一直在智力推动的社会责任计划 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参加了一个社团 那我是那个社团的 所谓的CS干部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CSR的研究 那CSR呢 就是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单来说 每个企业可能都会有 在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 一份责任的地方 那DBS就是focus在食物零浪费 这个主题上 那现在他们也跟香港的西市堂合作 会捐赠上餐给需要的人 然后呢 他们给了我一个任务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要邀请大家 跟我一起来玩 这个呢 那是一个IG story的challenge 也叫做 real foodie challenge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 因为我们都会说 很喜欢吃美食的人叫做foodie 他们可能会分享很多影片啊 照片啊 在网络上面 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在照完相 拍完影片之后 他们就吃个一两口 然后食物就浪费掉 就是以前的我 对 所以呢 现在要呼吁大家 我们要做一个真的real foodie 我们应该喜欢的不只是食物的外表 而是食物的本身 以及你吃进去 尝到的那个味道 所以我现在就要来示范一下 这个challenge要怎么玩 首先呢 你拿一个你吃完的这个碟子 然后呢 你就把它这样倒过来 放在头上 如果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掉下来的话 那就表示你是一个real foodie 因为你把东西全部都吃掉了 只要除够数 DBS就会捐赠膳食给洗食堂 给更多需要的人 然后记得要tag DBS Bank Hong Kong 还有 hashtag bearealfoodie 也欢迎大家tag那些 永远东西都吃不完的朋友 让他也来做这个挑战 好啦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礼拜真的开发了 很多我厨艺的无限可能 我觉得蛮开心的 这个世界上面爱饿的人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多 非常非常多 但是如果我们都可以 从自己开始 尽自己的那份力 开始练习 不要浪费食物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开始了 大概是这样子 我已经拍到脚马掉了